開始了 這個水真的真的非常冷 現在場景就是來到了他們 兩個人互相表白心意 告白之後 在PR為戰役的那個雕像 表白之後 然後接著腳踏車來到這個水塘 這個池塘呢 哇真的走了很久的路 開車開不進來要走了大概十多分鐘 那我們今天是叫一台車過來的 這個水真的像片中 Oliver說的很冰很冰非常冰 呃這個場景 很棒 當初在片中 Elio也說 這個地方就是他的秘密基地 然後他常在那邊想事情看書 然後之後他們就在 上面進行了一個 接觸 接吻撫摸的儀式 就在那個地方草地上 我們先上來 上去帶給大家看 我們攝影師要小心先走過去 我們一氣合成的 雖然不露臉 但是我們小心照過去 鏡頭晃到沒關係 好 這裡面很多的石頭 所以大家來朝聖的話一定要注意喔 腳真的非常的冰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 相當 舒適的一個 小農村 拍攝的時候是2016年的5月份 我記得是5月9號開拍到6月20 今天早上我們 我們今天是5月15號 早上的時候還下雨 然後現在放晴到很適合片中的那一個情境 在片中兩位男主角 進行 撫摸的儀式說我冒犯了你了嗎 那一段 是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是找到的地方 是在這邊對不對 是在前面 我們的攝影師很專業幫我們找到的 那個地方真的不能一個人來朝聖欸 沒有人會幫你拍照更早 非常的不容易 是 我們的那一段 就在這邊拍的 發現你要算準 後面的樹 樹幹跟樹枝的形狀 這一點有點像是我上次去倫敦拍 西斯蒂夫爾摩斯的狀況 就是對後面的樹 不然現場根本沒有那個長椅 他們坐的位置就在這邊 好 好 然後我們在這邊睡個午 教授好舒服 很享受這種狀況 就在這邊了 YES 如果下一次大家來的話 朝聖要做點功課 因為真的不好來 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我們今天是很幸運碰到一個會講英文的大哥 就算是包車過來這樣子 那如果有需要大哥的聯絡方式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 可以問我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有拿到那個 名片 真的是一個舒適的環境 但因為我們現在包車 司機在等我們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要走了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持續鎖定 我的朝聖部落格 登入電影去旅行